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股市也是如此 台股在今天里面的成交量 居然已经回升到3200亿以上 也就是说在之前的3300亿的一个量 它有可能它去做一些突破 而这个突破就如同我们在之前 前几天谈到的 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的极短线 你只要去留意到 它的一个涨多之中 它震荡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它的复合底型 它已经改变 也就是说它从一个复合底型 大的区间相形 它变成一个上升的股票相形 这是观众朋友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我们要留意到 整个台北股市 这一次它是外资所引动 外资它不管技术面的 它只管我今天里面 我在期货市场上面的多单 有多少部位 我要赚多少钱 我有多少钱可以汇来台湾 我要如何去控制在现货市场 跟我期货市场 跟我选择权市场上面 如何去赚钱 就是外资唯一思考的部分 但是内资就不一样 内资它就分成 不管是投信 自营商 或是业内主力中实户 它都称之为内资 这个内资的部分 它就会重视技术面 你可以发觉到这几天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五日均线的正怪力很大 你震荡是在所难免的 你有没有发觉到这几天 整个集中市场上面 在外资极力的乘胜追击 在期货市场上面的多单的过程 台比股市已经连涨第四天了 今天已经收在16,100多点 可是OTC的一个指数 你可以发觉到 它根本就没过高 连昨天的高都没有过 看清楚 连昨天的高都没有过 可是集中市场 它已经去做过高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讲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大概有几个重点 要来谈一个 在今天有个全新的消息 就是中国大陆 国台办 它同意我们台湾的团客 去中国大陆观光 在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有航运股 有旅行社个股 有饭店个股 都因此而大涨 我们到底要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第二个 我们还是要探讨到 最近里面来讲 最夯的一个题材 叫做什么 无论节能或是AI AI这个时间点 它造就出来的风潮 我们到底该如何的看待 我们等一下里面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会同步的去做一些的探讨 台北股讯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们就要去注意的是 你极短线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五日均线的正乖力很大 你是震荡 你是在所难免的 你必须接受它 如果你不去接受它 你可能在操作上面 就会产生一些的问题 要么你就要去选择机器比较低的 要么你就要去选择 强势个股的拉回 你逢低买进时间点 可是如果你去做追高 你有时候对 可是你一个错 你当天一个错 那个后果上面是蛮严重的 我做一个举例 3029的一个01 这个昨天是不是涨停板 开高走高 开盘直锁涨停 今天再开高 你去追 棒一升跌停板 这是十几个percent 你如果逢低去做承接 就算跌到跌停板 也不会超过10个percent 因为是低接 黑的时候接 可是如果你去追高 它打到跌停板 你的输是不是超过10个percent以上 而且爆出了一个巨量 这叫巨量 这不叫大量 这叫巨量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很多股票都有这个现象 我们说一步二看三准备 它是来自于巨量上面的个股上面 你要如何去做 当然我们在这一次 我相信看昨天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是鼠方已经预先的一个预告 鼠方沉寂了很多年 它是来自于COVID-19的一个影响 否则鼠方一直跟投资朋友 观众朋友是有约的 我们每一年都会亲自到高雄 台中 台北 北中南 去跟所有的投资朋友去做见面 也跟投资朋友去做交心 做一些的朋友上面来讲话的 交心的动作 也会在演讲会里面来讲话 给大家谈 整个台北股市未来的后市 就是希望把我所资所学 来交给所有来参加演讲会的观众朋友 在这里我非常的感谢 在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的投资朋友自动 就到LINE 他去填了一些的表单 或是打电话到我们公司里面 预约的这次的演讲会 在昨天里面 报名的人数就非常非常的踊跃 鼠方在这里深深一举功 感谢所有的投资朋友你的支持 在这里我也必须要告诉大家 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是座位有限的 而且昨天很多的投资朋友 真的很热情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 在6月3号早上10点在高雄 下午的2点半在台中 或是6月4号 下午的2点在台北 你有空来参加我们 北中南的一个演讲会 我希望你尽早打电话到我们公司 无论在这个时间点 你没有办法去LINE的预约 那你就用打电话的 那LINE的一个预约 怎么预约呢 基本上而言 你就是加入LINE 加入我们的LINE 那他会有一个 小老鼠 Queen就是女王 小老鼠Queen88598 加入LINE Queen 小老鼠Queen88598 或是你扫描这一个 那你就填那个表单 你就可以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鼠方一直是希望 能够去很好的一个演讲的品质 我不希望大家站着或坐着 因为之前常常发生这件事情 你早一点跟我们预约 我们如果有人力的话 还可以把场地去做扩充 否则来讲的话 有时候我们都遇到 那临时来的一些的 所谓的投资朋友 我鼠方还亲自要去搬椅子 去参库搬椅子给他们 所以这个有时候会造成品质上面 不是太好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真的希望 在演讲会里面跟鼠方 可以近距离的沟通 不然的话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观众 参加过我之前的演讲会 有些做很后面的话 这样子大概都要拿望远镜看 这样的话沟通的一个距离太遥远 还不如你早一点 来跟我们的一个LINE 加入我们的LINE 小老鼠Queen88598填表单 让我们知道到底可以去把场地 扩充成什么样子 让你很舒服的 很舒适的来听这一次的演讲会 因为这一次 鼠方是要与你共创财富的 鼠方是要在这一次的演讲会 撒下很多希望的种子 不管你是小支族 不管你是退休族 不管你是不是有钱的人 希望你在这一次里面来讲 这北中南三场演讲会 鼠方撒下的希望的种子 你这些的种子将来会变成大数 尤其到2024年它会变成大数 这就是我许的一个承诺 如同我跟会员讲的一样 我说我每一年 在会员里面的个股上面 一定都会给 给到什么 倍数获利的个股 鼠方做到了 现在也不过才5月天 我们在今年里面就做到了 这就是一个希望的种子 从种子的波下到成为小数 再变成大数 那个财富上面是倍数翻的 你就来看看在AI 人工智慧里面 我们说未来里面引领风潮 我在之前就讲过了 引领风潮第一最重要的 就是AI 未来的10年跟20年 现在的AI 什么chart 聊天机器人 它只是起步 如果你没有看到一个机器人 取代鼠方的一个地位 我就告诉你 这一个革命都还没有成功 所以它是10年到20年 所以当你把一个希望的种子 看清楚趋势的一个力量 我说趋势跟产业的力量 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的演讲会 会针对很多的产业 很多的趋势的力量告诉大家 光是一个世新在当时候 我们说我当时候第一个买的 是在创意400多 过来是世新 世新里面我们买600多 700多800多 我说去年你要看创意 今年你要看世新 再过来创意跟世新 明年都很好 因为整个创意 它是做堆叠式的先进封装 这个跟未来里面的AI 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的很多的先进的晶片上面 来讲先进的制程 就是要用到立体堆叠的 第二个就是来自于 整个一个世新 它会接到很多伺服器 HPC AI的一个订单 整个个世新到今天的涨停板 已经到1580块 这有没有一倍 3443的创意 你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之中 其实股市之所以迷人 它之所以迷人 就是它机会是平等的 今天不管你是有钱人 还是你没有钱的人 当你深用你本身上面专业的知识 当你在产业上面认真去做研究 你愿意去买到这些的个股 大家的聚会都是均等的 大家的财富倍数翻就是靠的就是实力 所以鼠方在这一次联讲会里面 就会给大家这一些 从2023年到2024年产业好的 以及台北股市两年 我不是只有讲今年 两年之中 整个一个行情之中的规划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座位真的是有限 因为昨天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多的人 去做一些的报名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要跟鼠方近距离的接触 而且无论你是小支族 无论你是整个退休族 或是你是有钱人 在这一次里面来讲话 我都会给你一些很不错 可以到2024年的标的物 而这个部分里面 不是你去影印这一份讲义 你就能够知道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大家知道 我并不是因为行情上来 我才要做我这一次的演讲会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里面来讲话 我有做了很多的玄机 什么很多的玄机 你只去投印到这一份的讲义 你也不可能去成为赢家 一定要亲自到当场的人 我才会签选个股 这有去参加之前的演讲会 你都知道 而且我基本上而言 会让你不是一倍 不是十倍 有时候是百倍奉还给 所谓的投资朋友 对鼠方的一个所谓的支持 这就是在这里面来讲话 要告诉大家的 可是你要了解到 机会都是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 可是如果你这个时间点 连LINE的表单 你都不填一下 你不会填 你不会填也没关系 你连电话都不打一通 请问财神爷来跟你敲门的时候 你连门都不开 怎么接到你幸运的一个财神爷 怎么能够去买到 让你财富倍数翻的一些个股 都是观众朋友 你要去知道的 因为我了解的比你更多 我认识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时间 这一份资料 应该是四月份 我就做出来给所谓的观众朋友 我连时间都敢写出来 请问在最近里面 电子个股的地位 有没有开始去做一些的转换 答案是有的 答案是有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自己要去留意到 很多的一个事情上面而言 不管是一些业内主力 公司的一些的 所谓未来里面来讲 产业的变化 我们都会在这一次的演讲会里面 非常来给投资朋友 交心 坦白 来去做一些的公告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这三场演讲会 大概是在哪里 应该是在6月3号 上午10点钟高雄 应该是国际会议中心 然后在6月3号下午2点半 台中应该是福华换店 6月4号在台北 应该是华南银行的会议中心 这三场演讲会里面 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场次上面 跟场面上面 场地上面的调度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希望能够赚钱 掌握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把你的一个希望 寄托在很多好的个股 拨下希望的种子 看着它从小数变成大数 看着它变成一个 让你能够共创财富的一个机会的股票 那鼠邦是与你有约的 你要在股市2023年不会缺席 一路到2024年的观众朋友 你在这个时间点你就打电话进来 或是直接加LINE 小老鼠Queen88598填你的表单 这样的话 鼠邦一定会跟你共创财富 而且许你一个未来 在这种过程之中 相信我 鼠邦绝对不会辜负所有的投资朋友 打电话进来 或是LINE加入表单 这个时间点 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来谈谈 整个国台办 他说要让团进中国大陆了 那对台湾里面的产业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性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我们刚才有谈到说 这个盘 它是在外资乘胜追击 而内资是属于被动式的一个操作 所以才会造成整个集中市场 跟OTC市场 尤其内资的市场 它比较虚弱 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技术面 因为我说业内主力中市户 它会看技术面 它无计刑管理很大 它是不是产生的震荡 所以OTC没有过高 可是外资 它是在期货市场 跟选择权市场上面 它的方向是什么 假设外资期货选择权 现货同步持续的偏多 它才会有利于多方的进行 但是无计刑管理很大 它还是会有所震荡 只要极短线守住15961 或是五日均线 它都是续墙的 这是大家自己去留意的 甚至15973 就是之前的一个景线的位置 你可以偏多到什么 偏多到日KD交叉向下为止 但是日KD 现在是不是进入到高档 观众朋友 它现在进入到高档 指标80 有没有看到 指标80的高档 你就必须新天是3200 量要一直出来 一旦量缩 你就不可以追了 也就是日KD指标 在指标80之上 要有量有价 才可以顿化再攻 一旦量缩 你就是不可以去做追高 指数上面而言 尤其是外资 在控盘指数的时候 就是看外资的期货的多单 它的所谓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我们昨天已经讲 台北股市已经扭转了 负荷底型的形态 因为它带量已经早就去做扭转了 它就变成一个上升的股票相形 这个就是底了 这个就是底了 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很多的希望的种子 在这里拨下都有一些的机会 就让世新 创意 你来不及 我说如果你来不及 那比较便宜一点点的 跟这个有关系的 就是653亿的爱普 我那时候讲的时候 是不是还没涨在这里 今天已经涨到300多了 315 你还是可以赚钱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告诉你说 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 去做一些的思考 在这种过程中 你也看到 我说2204中华车 那80块钱以上就随便你了 我们当时候就跟你讲 富贵也可以稳中求 60块钱出头 它现在已经是80几块了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3680的加动 我们就说这个 它在最近有没有看到 整个日本半导体 找了好7间公司 又过去的是美光 又要EUV了 对不对 台电过去了 你觉得设备公司真的会不好吗 更何况加登 它本身明年里面来讲话 除了今年里面的设备 它可以卖到中国大陆的成熟制传 载具传输的部分 光照的传输 甚至在整个未来 它有军工国防 FAA认证了 台湾只有三家公司 一个是加登 一个是长龙航太 一个就是什么 汉翔的部分 你看看股价 如果你去做低阶 今天已经到381.5了 这都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 不用说除能 我也跟大家讲 除能世雄 东元 华城 四电跟什么 中兴电 我们说中兴电 你100块钱附近去买 你都是可以赚钱的 这都是你可以看到的 我们等于现在就要探讨说 国台办 它开放台湾的观光客 到中国大陆去团游 就是旅行团可以进 可是台湾有同意 中国大陆可以团进吗 我到中午为止 发觉到我们台湾并没有同意 还没有同意 也就是国台办 让我们去团体旅游 到中国大陆 这个部分里面 一定会有利于什么 你主要的旅行团 是在中国大陆的旅行社 还有什么 你航空公司的班机 农运马 你现在没有旅行社 你开放了所谓的航空公司 飞中国大陆 你满不了 你的价格也不会像 去日本这么好 去欧洲这么好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就注意 我们今天台湾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饭店个股也涨上来 旅行社个股也涨上来 航空个股也涨上来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 我们台湾还没有开放陆客来 你陆客没有来 请问你饭店给谁住 你餐饮给谁吃 了解吗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要去做一些留意 所以这个时间点 假设 中国大陆开放团客去 我们也开放 中国大陆的团客来了 今天的表现就正确 你旅行社也可以受贿 你的饭店也可以受贿 多人住了 比较多人住了 不过中国大陆的团客 基本上不会住那么贵的 因为今天都涨6星级饭店的 不会住那么贵的 除非自助率 自助率本来就可以来了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所以你就可以从几党个股里面 去做一些的留意 这些的个股上面 一个是 这个是最近很夯的叫三副 但是它涨幅过大 你就贴着无均线看 这个三副 2618的长龙行 在今天里面是爆量的 你可以看到 今天是爆量有没有 这个为什么要爆这个量 因为它去突破这个颈线跟这个颈线 这个颈线是30.3 它突破了这个颈线 所以这个小底完成 但是大底很可惜 没有站稳30.35 假设站稳30.35 或是它这个叫大量 不叫巨量 它能够守住28.25 这个就有个中继站的买点 它就有中继站买点 它就风险就比较低 因为它辞职可以受贿 加上暑假它是旺季 然后再过来5706的凤凰 跟中国大陆这个也是比较有关系的 可是你可以发现到它没有爆量 大量在这边 所以它必须守在这个地方 它才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我说金华这种个股上面来讲 你看今天上线就出来了 因为大家没有马上分析的能力 你知道吗 你自己要知道 我刚才就讲说 你以前饭店你是六星级的 大陆的团客会住吗 自住里会住 但是团客不会住 但是团客的部分里面 对于旅行业 还有旅行社业 跟航空人多 它是比较有帮助的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 留意的部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大家都会有 面对着行情 面对着个股 有很多的问题 就像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跟大家讲的 我说人生之中里面来讲话 没有人生而平等 我为什么不是王永庆的女儿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不是 蔡英文的兄弟姐妹 蔡总统的兄弟姐妹 这人生不是生而平等 但是股票你有研究 你的机会是平等的 因为你只要买对了个股 你是有机会 你的财富倍数翻 所以我们要如何翻滚 我们人生的命运 把我们的财富翻滚倍数翻 那鼠方在这一次高雄 台中 台北 三场投资演讲会 我就会做到几件事情 告诉你大盘的多空关键密码 165 168 175 你要知道这意思是什么吗 You got it 你要了解到 你就来就对了 而且这个规划 会规划到2024年 资金面 基本面 产业面 今年是一个变化球 变化球很大 为什么会很大 就是中美贸易战 它会产生非常大的 对产业上面投出了变化球 我们要如何去做选股 那就像我刚刚谈到的 一些的技术面 一招办事 没办法喘江湖 但鼠方教你几事 你闯荡股市 觉得够 很简单的几招 你就够了 在这种过程中 你敢问我就敢答 快问怪答 更何况 无论你是小资族 无论你是退休族 无论是有钱人 在这种过程中 我就给你豪股抱抱 让你未来里面 颇段的获利 给你加倍的奉还 所以鼠方一直对投资朋友 存在着这长期来 鼠方在这个行业之中 很久的一段时间 感恩的心 就是希望投资朋友 跟着鼠方一起共创财富 许你一个未来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要认为自己 不想成为2023年的一个输家 你想要成为2023年到2024年 股市真正的赢家 而不会缺席赢家的一个脚步 那我欢迎你加入我们 翻股能生 翻滚财富 鼠方与你有约 共创财富 6月3号高雄跟台中 6月4号台北 鼠方与你有约 不见不散 趁着广告时间加入LINE 小老鼠 混88598填表单 或者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 优优独立则